小伙伴们注意看 蛋仔岛中的洗澡 Duck小白鸭 它坐在长板凳上 我们使用咸鱼揍它 它都不会离开长板凳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洗澡 Duck坐在长板凳上 非常的安全 错大错特错 其实它在这里并不安全 在夜幕降临时 它就会被一只怪物吃掉 你们难道不好奇 吃掉洗澡Duck的这只怪物 究竟是谁吗 众所周知 蛋仔岛中的洗澡Duck 是一只小白鸭 如果你喜欢洗澡Duck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当蛋仔岛夜幕降临时 洗澡Duck 居然也不会离开蛋仔岛 依然在这里坐着 可是在夜幕降临以后 蛋仔岛会变得非常危险 会出现一只怪物 这只怪物的名字叫做变异蛋 当变异蛋看到我们普通蛋仔时 就会直接扑过来 把我们吃掉 为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我信你可以试试 但是我和学姐发现 很诡异 变异蛋居然不会吃洗澡Duck 那么洗澡Duck 不会被变异蛋吃掉 它究竟会被蛋仔岛的 那一只怪物所吃掉 今天我和学姐发现 吃掉洗澡 Duck小白鸭的这只怪物蛋仔 居然是僵尸博士 还边吃边说 所以说 蛋仔岛中的洗澡 Duck它坐在长板凳上 它并不安全 它会不会被僵尸博士 这只怪物蛋仔吃掉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